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买指数OTC指数在最近的走势里面开始先做了一个压回 而且跌破了月线 这条蓝色的线叫月线 OTC指数跌破了月线 而且放量 增加的是放大 代表的最近的中小型股在目前的位置当中有一些杀盘 杀谁呢 杀了三大族群 一个叫做游戏 刘细浦在今天几乎全面重挫 躺平 第一档指标叫3546的宇俊 宇俊打下来跌离板 最近连拉四支掌停板的叫3083的网楼 打下来跌离板 最近拉了两支停板 做补掌的叫做育权 6169的育权 今天重挫 跌离板 换句话说 今天大盘看起来还涨了4.8点 但是中小型股的游戏股在今天是全线重挫 除了他之外还有谁呢 生计股 重挫 太阳能 重挫 在昨天的 昨天我去倒垃圾的时候 晚上去倒垃圾的时候 我走在路上听到有人在谈股市 他说最近股票要怎么买 A问B A问股票要怎么买 B是这样回答 最近就是买游戏股 你看买的网楼还可以拉涨停板 买的语券还在创新高 当我听到这句话之后 我突然醒悟了 原来散户投资朋友们在做股票是这样做的 买股票完全不考虑所谓的价值跟成长 考虑的是第一个谁比较强 很多人在问我 杨老师 我们的顺德已经赚了两成以上了 我们要不要把它卖掉去追一点游戏股好不好 我问为什么追游戏股 他说第三方支付啦 好会讲 现在投资朋友很厉害 第三方支付游戏股对 暑假概念游戏股对 最近宝可梦提杀游戏股对 如果我昨天把顺德卖掉 跑去买 随便好了 我昨天网龙市场里边 假设我跑去买网龙 今天网龙就要给你们了 我跑都跑不掉 我自认 杨老师自认 我的手脚没那么快 我冲上去 我卖掉 拉回来再买 我自认手脚没那么快 我不知道市场有多少人 你的手脚会这么快 冲上去你会把它卖掉 但是如果我做了这个动作 我会后悔一辈子 风调雨顺 我们顺顺的顺的 在今天大涨六个百分点 再创波段新高 再创波段新高 你可以看一下 这几天真的不是我们的天下 这一天叫除息 当天填息 填完息之后 停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这四天都不是我的天下 因为这四天谁的天下 是网龙的天下 游行 一只两只三只四只 当然今天网龙已经点一百 所以我常在讲说 投资朋友在做股票的过程当中 你的思考逻辑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还是追随着 以往的操作观念 买股票 只看什么 只看人气 我跟各位报告 你不妨把你的 你的证券本摊开来看 你的银行本摊开来看 你当初投入的一百万 有没有变成两百万 还是说 你当初投入的一百万 变成五十万 变成三十万 变成二十万 如果你的操作的方式 让你的资产是增值的 我说 你继续用你的方式 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不是呢 所以我常在讲说 为什么这么多的投资朋友 有些股票 我觉得 你根本就不应该套在那边的 结果你套在那边 譬如说号顶 1174号顶 很多人套在七百五十块 七百块以上 当然不会是我 因为我根本不会买这种股票 我根本不会买这种股票 我说过 我买股票是从价值出发 用成长画梦 或者有些人套在这个位置 六百块 那也不会是我 也不会是我的会员 因为网龙的掌停板 我没有 网龙的跌停板 我也不会用 我非常坚持我的操作的观念跟逻辑 我认为这才是你在股市当中赚大钱的 最重要的方法 我认为这个才是 去年我在做操纵的时候 我买在四十六块 还被它打到四十三块八 我买在四十六块 还被它打到四十三块八 结果 操纵就这样慢慢涨 慢慢涨慢慢涨 开始盆出 大涨 最近创 历史添加 我推荐的股票 都会大涨一波上去 原因在哪里 价值出发 当你很明确的知道 有一档股票 它可以赚六块钱 它的股价只剩下四十几块的时候 你会出手去买 还是你知道这家公司它亏损了六块钱 它的股价三百块你要去追 我为什么常在 我为什么在今天跟各位谈这个例子 最重要的关键点是 我突然醒悟到了投资朋友 很多为什么市场有九成以上的散户是输家 原因太简单了 我拉三次停板 你第四次 你自然就会来追了 很多人在追股票的过程上 完全不考虑 他买的股票 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 如果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 我们自己在做什么 我四十六块可以买 我五十块也可以买 我五十二块也可以买 我五十四块还可以买 我六十块还可以买 然后这样 这个市场存在的太多的陷阱 为什么说存在太多陷阱 很多人做股票的操作逻辑 就是我今天买进去赚到钱 我卖掉之后再换个股票来做 记不记得去年的时候 我跟你讲最多的叫做曾小姐 四十六块买那个超纵 四十八块把它卖掉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说 他可以换别的股票赚更快 结果套牢的股票都不愿意卖 买进的股票 赚到钱就跑得很快 赚两块跑得好快 曾小姐 曾小姐 四十六到四十八 不要多了 我们不要说卖到很高 这段上来 你觉得你从哪里赚会比较快一点 大多数人会这样想 老师 这种股票毕竟不是很多 对 我去年八月在跟你讲超纵的时候 你也跟我讲 老师像大力光那种走势已经过去了 未来不会有这样的股票出来了 大力光还很强 超纵出来了 现在你会告诉我 老师超纵过去势 未来不会有股票这样走 顺得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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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的是这个位置 我买这个位置 我不会告诉你我买这个位置 对吧 我买的是这个位置 第一段我没有 顺得第一段我没有跟上 我让你整理完之后 我买了这个位置 记不记得 那两天我还送给你什么 送给你这个风条与顺 我叫你来索取 你自己算那个价位多少 34 35 34 35左右 你不要看42块4 我除息两块钱 你要加两块钱上去 叫44块4 老师就算加上两块钱 赚了十块钱又怎么样 对啊 赚十块钱真的没有怎么样 我可不可以后面的十块钱再来 我可不可以后面的二十块再来 我可不可以后面的三十块再来 这就是梦 我的梦有多大 我的 我的什么 我的获利就有多大 更重要的是 我要买在价值区啊 你不要以为我只买34块35块 我告诉你37块我还买 39块我还买 除完席之后 我还进去买 除完席之后这一天 我继续买 继续买 这几天我都在买 到今天拉上来 大长风暴 代表我的眼光是对的 既然我的眼光是对的 我可以在去年发现操纵 我可以带你做一个波段的乔威 我可以带你做一个波段的蒙力 我也可以带你做一个波段的这个奇迹 对啊 奇迹快除息了 我会不会参与除息 我随便卖随便赚 我会不会除息 好啦我告诉你答案 我不会除息 好也就是我明天会把它卖掉 反正我赚钱嘛 操作的方向的重心点在哪里 这才是关键 这才是关键 想办法赚大钱 你觉得短线的进出容易让你累积财富 还是跟着杨老师 用眼光去找到波段的启动点 我们赚它一个大波段 你自己思考 但是重要的是 别忘了 这一波的行情 当投机力开始退烧的时候 业绩股准备揭放 而你不能再错过 谢谢今天收看 明天同时间 再见 拜拜 拜拜